哈马斯和红十字会车队 抵达加萨南部城市甘尤尼斯 从哈马斯释出的影片 可以看到在民兵的搀扶下 人职一一下车 还有行动不变的老奶奶 被哈马斯公主抱起来 一路抱上红十字会的车 哈马斯兑现承诺释放第一批人职 包含13名以色列人 10名泰国人和1名菲律宾人 被拘留48天后 这24人终于重获自由 安全抵达埃及 而且在回到以色列的路途上 有民众高举以色列国旗 开心欢呼 他们将来到这个航空队 二十五公斤或多 买了以色列车 以色列全员出动 派出直升机将获释人职 送往距离台拉维夫不远的儿童医院 进行更仔细的健康检查 而且当局还得小心翼翼 关心人职的心理状况 另外以色列这边也没有实言 兑现一对三协议 释放了39名巴勒斯坦囚犯 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 高举国旗欢庆亲朋好友回来了 如果协议一切进行顺利的话 接下来几天双方将持续交换 人职囚犯 以防也证实已经接获 第二批将获释的人职名单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